旅行可能这种时空的转换吧 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每分每一秒都会比日常生活中的那种 一个固定的状态要更清醒 我觉得旅行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你它为什么有意思 其实你能改变身份 就像你说的不用 其实不用出了一个车祸 然后你就消失了 其实旅行也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模拟吧 就因为你在这种异国他乡 没人知道你是谁 可能你在国内是明星啊或者怎么样 但是在异国他乡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你 然后你可以不当明星 你可以变一个身份 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改变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也可以装的比你日常中更有钱 或者是更贫穷 我觉得这是对人生多种状态的一种细访吧 就是这种旅行的这种状态 你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 对这种自由感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匮乏的 我们都被这种社会的这种各个东西所约束 你就要做你自己 或者你就要做这个公众形象中的你这个人 但是在一个异国他乡 你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这种状态和身份 这就是他书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到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没有一个人认识你 然后他努力尝试去理解他遇见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 徐老师为什么跟我们这老邦菜好像有点久违了呢 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这种少年的这种梦的 但是这个你刚才讲那个身份的变换呢 那就是像他这种背包 怎么来说背包客或者单身走比较容易 否则的话你是跟家人一起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团的话 你这个身份还是在 你跑东跑西还是这个身份 你那个车上都认识你 所以你始终是这个身份 有些事情碰到两个俄罗斯女孩子 你还是没什么戏场 对不对 他说对了 就是这个人呢最要的是什么 这还是那个永恒的问题 自由 对了 现在说财务自由都是自由 这个自由啊 好像是一个人本能当中永恒的追求 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下 你的不自由也可以说是你的这个生活的基础 对吧 你要有身份 你要有身份证 你住在哪 你做着什么工作 你是谁 完全是这样嘛 有时候你可能内心深处想我不是那样行不行 那不行 你就是人就是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综合嘛 可是只有在一个时候 比如说你一个人到了帕米尔高原上 甚至周围连文明的痕迹都没有 或者是撒哈拉沙漠 就像我们去西北 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 在这个时候啊 你的所有社会关系得到了一个暂时的解除 那么这个时候你回到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定位 感觉到一种自己什么也是 什么也不是 所以自由和 自由和孤独是在一起的 独立和孤独在一起 所以那么难 敢不敢要这个自由 是不是 它一定是你一个人履行 一个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自由就是要和所谓的 你挣脱了所有的关系的独立和孤独是在一起 对 我觉得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区分旅行跟旅游 我觉得旅游也很好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旅游 跟着家人跟着朋友一起 但在那个过程中你就是一个 你们在那还是聊着母语 还是在说着家里那些事 就是你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 所以当地人也不会跟你们发生过多的接触 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好 因为人也需要放松去需要 但是可能旅行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人 然后那种孤独的状态激发你去体验 去接触当地 对 而且我 传统儒家讲人的意义就是人嘛 人意道德的人嘛 人意道德的人就是两个人嘛 你看一个单人变两个人 就是你的什么价值 你的意义都是建立在你跟别人的定义上 你是儿子啊你是丈夫啊你是朋友啊你是爸爸啊等等等等的人嘛 所以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求人得人吧 哎是就是 但是这种体验确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完全一个人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这个叫什么移情啊 代入啊 我就老在想你比如说这个玄奘 唐僧他要是一个人 但是咱不知道他可能身边还是跟着孙悟空对吧 就是 猪八戒 但是他一定有过在漫长的旅途当中 一个人独对天地 哦对 他是一个人 周围几个都是鬼怪 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好人多 在陌生 都是陌生的旅途上 可能大部分都好人多 或者是本身他想 他是个坏人 他想算计你的时候 然后你去表现出 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发现 他是比如想坑我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你就还是跟他 故意跟他成兄道弟啊 然后故意跟他表示友谊啊 他反而就不好意思再坑你了之后 就这种也挺多的 人帮人也是很本能的 陌生人的善意 对陌生人的善意 其实旅行中很重要的吧 就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包括对中亚的这些 这几个斯坦 你看了这么一圈之后 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其实去这个地方的一个目的吧 就是观察苏联解体以后三十年的这种变化吧 当地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 就中国跟这些国家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就远古的历史就不说 唐代或者那些时候就不说了 哪怕是近代 就是苏联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很像的生活方式 然后意识形态 只是到了这个九十年代 苏联九一年苏联解体以后 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在十字路口选择的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 本来也可能失落 或者也可能变成卫星 但是这种感觉是让我想去观察 这个三十年代当地的一些影响变化 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在全球化中是得到了什么 还是没得到 还是失去了什么 你对他们这些 这几个国家的未来有什么估计 我觉得就是像我书名写的这种卫星的状态 因为我发现他们自古以来吧 都是受这种周围大的文明 或者是力量的影响 不管是当年的蒙古 博斯 后来的这个苏联 中国 他们总是 或者美国 美国现在比如撤出阿富汗了 之前二十年在 就中亚有很大的存在 就是他们总是被这种周围的力量所牵扯吧 所以是卫星 卫星是要围绕着一个行星在转嘛 所以他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他们会 如果说 比如说一带一路啊 比如说我在中亚看到很多这种中国的基建啊 修的路 很多那种修的好的路 一走到上面就知道是中国 因为那个感觉跟走在中国那个高速公路上一样的 然后一问果然就是中国修的 很多这种 就那种一下一下那种 就有一段那个厘青 然后中间有一条缝 然后就那个耿荡一下 就那个感觉 完全就是在中国走高速的那种感觉 看出中国之路来了吗 中国修的路 就高质量的公路 接下来一段时间 这个内地的读者对这个地区会更加关注 尤其是阿富汗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还是他独自在旅途上的这种内心感受 你的结果呢 是为了写这么一本书 但是你这本书呢 就唤起了我觉得 人到底应该怎么过这一辈子的很多感受 有那样一些瞬间 这辈子没白活 就是有那么一个瞬间呢 我们只能暂时性的离开一下 就是脱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当你脱离了所有的身份的时候 你一个人独队完全的陌生 那就像是一个宇航员失踪在宇宙当中 我觉得这种感觉人应该有 一辈子应该有 我觉得会有吧 为什么我觉得 比如你刚才跟徐老师说 你们虽然也有那样的向往 也有过那样的向往 但没有选择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机会太多了 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给你提供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很自然 你会被这些机会所带走吧 但是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是它会变得更加的怎么说呢 多元 然后你的选择也可以更加多元 不一定飞往一条路上 就同样的这种道路 大家都选择同样的道路 可能现在这种发展也变得更加多元 多元里边最少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像文涛刚才讲的 你每一步大部分走的是有目的的 但是有时候会飘出来 停留在一种好像无功利无目的的状态 很陶醉的 还有一种是 每一步都走得很有目的的 但回头一想 整个人生是没有目的的 一大夫的一篇文章 人生是一个人在图上 对 这个标题就是 就是一种世界观 一个人在图上 尤其是到了某一个年纪 那天我听我周围几个朋友就在聊天的 就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聊的都是什么 说的事都是 有的出家了 有的出走了 有的出轨了 就都是在出 当年年纪 出离吗 就要出离 出离吗 其实呢 就是过去咱们觉得 好像这个出离啊 是一种很消极的 我觉得紫超刚才讲的挺有道理的 咱们那个时候真的是 就是说 求生存 是太基本的了 而且真是 那你有一个机会 哪能不牢牢这个抓住呢 其实现在也是一方面竞争激烈了 好多事 比如说 你想找一个大公司的工作 或者大学生这么多 你找一份这个成功学 所谓那种认为 共同成功的那种工作 本身竞争也激烈 本身也很难找 但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呢 恰好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选择之问 就是说在基本温饱 谁也饿不着肚子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还一定是追求那个 出人头地 大富大贵 也许在这个时候来说 可以选择往世界的边缘 走一走 选择不一样的 更多元的选择吧